燕宗主 导演明明要你打伞 你却偏要拿着主杖 我送你的东西怎么能乱扔呢 但现在我们两个都淋湿了 那我给你擦擦 不必了 开始吧 为什么要救我 报恩 没必要 我救你只是一时兴起 后来忘了这回事 三个月后才想起来 燕宗主你说错词了 是吗 我们重来一遍好了 若你不在 北风未必能抵挡得住 燕宗主你在做什么 你头发湿了 皮在尖头容易生病 我帮你撩起来 导演 我不排了 你怎么不问我们要去哪里 问了有用吗 问了就不会去 反正都要去 为何要问 所言极实 我要带你去见一个人 顺便给你讲个故事 既然人还没有见到 故事可以先讲 打住 燕宗主这句话的逻辑有问题 你要给我讲故事 是在去见那人的路上 既然是在路上 人当然是还没有见到 故事也必然要先讲 若是见到了人 哪还有时间讲故事 你说是不是 我什么台词来着 对了 等一下 武功强的人经脉就强 这明显不合逻辑吗 靠 导演 把人还回去 我继续 等下 我